2014年的新秀 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2014年的新秀 我是Yumi 陳靜宜 我是Rod 同事好 我是Elaine 那麼今天呢 我們是要做什麼呢 我們是來到這個Shen.com 來做這個卡羅牌的訪問 然後就是要測試我們的育成啦 對 就是2015年的育成 所以有點緊張 就是我們的愛情啊 事業還有健康什麼家庭都好 都可以問 很怕被問到的名詞 就是 怕被老師說過財啦 然後災難成縮的 我對我來說 我最不想聽到的事情可能就是 叫我轉行吧 因為我剛剛滿開心 在這個行業裡面做的 很娛樂這樣子很開心 我還好啊 其實沒有什麼不想聽到的 我覺得如果是有說到不好的 我就可以接受 然後去改進這樣子 好吧 那我們請問問 看老師的意見 這一次的卡羅牌測試 新秀們只要抽出一張卡羅牌 然後再說出想問的問題 他教練老師就會一一為他們解答 我先說你啦 這一個來講是 你想問你2015年什麼東西 事業 事業 因為你現在投著要塞這個 是要解釋的 就是說明年交易是 你的起訴點去教育 他要你自己去處理 不管外面發生什麼事情 你自己遇到的事情也好 或者是公司給你的壓力也好 或者是 你是一下客人的情緒也好 你偶要去懂得去 在那個 心境裡面去平衡的事情 這一個 就比較好一點 因為你的天使比較不平衡 對啦 看到這樣的人 那天使在上面飛了 對 然後所以上面有很多 很漂亮的東西 這些 其實來講是 你靈魂和你的想要的東西 都是很美的東西 欸 恐怖 你覺得你的計畫在哪裡 就是爸爸給我做決定 就是我可能讀書 繼續讀書讀書讀書 然後做這個事業全門 就是做這個事業 現在目前你真的太多想法 可能怎樣去統一它 你把它統一了 你清楚的那個方向 你往那個方向走 你會比較好不懂 這一個 你看到嗎 Wisdom SDS 智慧 要你在這一年裡面 多一點幸福 我相信你這個 非常配合的幸福人 是 客人的速度太高的話 你會變得很多人 你就是不太敢去找到你 你要真正的 客老師 我現在有一個 就是比較私人的問題想問你 就是 就是 我剛剛從香港出來 你沒有做到很好 還是 就用了些因素而已 我覺得比較 因素是比較多 因為憑本的口味和準則 就是 那些一定會 會比較難去理會 我覺得你抽的那個牌 它都叫你很自在的 就是 不管你站在什麼樣的舞台 你都要輕鬆去表現 就是你太穩定 太淡定太穩定也是一個問題 可是如果你淡定到來 你是自信心很強的 會不會這樣 你淡定到來 你是沒有表情 你是小型 這樣 我嗎 我有設問你 臉書他也輕 你到底是怎樣 有對方 可能 雖然算是有對方 對方對你 你意思好 有 有 要不講 那你說那個牌來講 我就是說你 應該是有很多選擇 有很多選擇 因為你那個牌也就是說 你很多東西 你還在摩索再看 就是說目前這個對象 如果你現在有的話 也是在摩索再看 就是 感情這樣 對 反正大家要問我 這樣 你在談這樣 是 開心嗎 就說 開心就好啦 你還要問嗎 哈哈 我就想 你們想把真書 例如都放在事業上 其實都是考驗 你要想看你的真 那麼長 如果第一個 就被禁止了 接下來你還有其他 很好的選擇 你都看得到嗎 沒有DVT體驗那麼多 下面舉手舉腳 贊同老師所說的 先不要過於 擔心感情的問題 要活得精彩 才是最重要 對不對 OK 你們也問完了 輪到小編咯 按摩 這麼不妙的 沒有DVT體驗 們的 缪子